政材可得小心用词来看到高雄左营的一间便当店 因为在门口画了布条说成征洗碗欧巴桑 结果被人检举是涉嫌就业歧视 劳工局认为呢 这个欧巴桑是限制了年龄跟性别 违反了就业服务法 这三个字也让业者挨罚了30万元 餐饮业每天清洗大量碗盘需要人手帮忙 而在高雄左营一间便当店要应征洗碗工 但广告内容引发争议被检举 就是这块红色板子上面说要找洗碗欧巴桑 劳工局认为真材对象只限定年长女性 有歧视意味 违反就业服务法 欧巴桑这三个字也让店家被开罚30万 是我儿子刚退兵 刚回来不知道 不知道就写了 那提欧巴桑欧义上也不行 业者还抱怨当时劳工局到场稽查 他们连申诉成请的机会都没有 采储书直接送过来 只好摸摸鼻子认了 但30万对小本经营的他们来说负担真的太大 尤其现在疫情之下日子实在不好过 太扯我一天做不到十分之一都不到 那我鼻子摸着贷款借钱出来给员工 这个不是台湾人的就说法吗 公平 这是奥巴桑啊 其他民众听了觉得不合理 但无奈规定就是规定 高雄还有另一起案例是舞台搭建工作 限定要找可以搬中午的男性违反性贫法被开罚 男性为家 这个也影响了女性就业的机会 这个依照法令规定将财罚30万到150万 不得限制与执行职务无关的特质 雇主张贴的真材广告 如果限制特定性别或年龄都有可能触法 劳工局举例其他还有像是要无关端正 或是现本地人等用词都属于就业歧视 只能说在张贴真材广告前可得小心用词 避免挨罚和包湿泻 记者陈庄收成高雄产报道